周日纽约州长库默在疫情简报会上表示 纽约市地铁L车线路的隧道工程已经完工 而且完工日期提前了三个月 预算上节省了1亿美元 地铁L线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的水下隧道 是在2012年桑迪飓风中受到重创的9条隧道之一 修复工程在去年4月开始 原计划在工程期间 将L车在隧道的路段完全停运15到18个月 不过州长库默后来将计划改为将L线路缩减服务 库默表示维修项目的成功在瘟疫爆发期间尤其鼓舞人心 此前L车每周搭乘40万人次来往这条隧道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